元朗天駕天橋, 揭示政府這樣的壁餅? 令一先生, 你怎麼看? 什麼事? 最近很多人都在說那條元朗荒謬之橋 你說政府要用17億建那條橋? 是啊, 我見令一先生你經常去新界吃好西 你對這條橋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建橋本身是沒有錯的, 方便市民 但整件事最錯的是, 政府亂用市民的錢 17億啊, 救起多少公屋? 怎麼為亂用錢? 你有沒有看五大專業學會的方案? 說橋可以照起, 但其實只需要9億就完成了 便宜差不多成半, 那不是亂用錢是什麼? 令一先生, 但是五大學會建議建那條橋 長度只有政府建議那條的三分之一 有建制派議員還說, 橋短了會增加居民上上落落的時間 以及會有更多機會日曬雨林 你看回政府原本的方案 居民下橋之後都是日曬雨林 你不是覺得這個世界有條橋 就可以鎖到每家每戶的門口嗎? 你說得對, 令一先生 你覺得這個議員為什麼會這樣說? 很明顯, 現在很多區議員 都將起橋、新增巴士路線、避雨亭那些 濕碎東西當成績 成功爭取 令一先生, 又不是這樣說 民生無小事 橋、巴士路線那些 對普通市民來說真的很重要 我不是說這些不重要 而是說政府和某些議員 要求求其其做了就行 但他們要想清楚每個方案是否合理 不要用完全不合邏輯的理由去解釋 要不然明明是好事都變壞事了 謝謝大家